請你幫我這樣做 夏月美女大作戰 宜南雜政大會診 太陽很大 然後臉上就有斑 我塗... 我其他沒有斑的地方 會越來越白 我來運動完之後 你們要自己做一些暖身操 不然你的肌肉怎麼會變硬 根本就是還是存在那一塊 都沒有消掉 在黑的時候 你就趕快狂克鳳梨 會變白 夏天問題多 想當美女好麻煩 打造美女服飾夢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所以節目今天到這裡 我們常常在路上 包括很多朋友 觀眾朋友都會說 我們到底怎麼樣可以變美 怎麼樣可以變瘦 怎麼樣可以整點點變得更好 節目都有講 大家一下又忘記了 不是 因為這學無止境 對啊 真的 對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這整個鐘頭 讓大家問到開心 把所有的宜南雜政一一解決掉 不錯喔 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很多問題 我們就請了五位專家來現場 這不得了 這是我們難得堅強的陣容 是 已經用上了我們 但一記的製作品 請他們來到現場 但是裡面你看看 每一位的專家 像明川老師 也出新書 真的 快樂秀的新書比較不一樣 就是要教大家怎麼快樂秀 因為我覺得人生在世 就秀這件事情是 對於像我這種 開始上了年紀的人 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路 但是 所以在書裡面我教大家 快樂秀 瘦得快 用最簡單的方式 而且它不會讓你像 就是你知道拼命革命一樣 對 就是吃的也是很健康 運動隨便做 然後生活做期稍微微調一下 你都可以在兩個月裡面瘦5公斤 穿式減肥法推薦給各位 好 當然我們今天有很多 關於這些瘦 健康 美 窈條 各個角度的問題 來 首先柏妤 是的 明川老師 要回歸她的專業 我想問的就是彩妝類的問題 因為夏天現在外面凍則37 8度 然後我們常常命不好 常常出外景 錄節目 主持活動 我還沒錄臉上油光 她說妝就花了 這麼苦命的事 你不要說我們來就好 真的嗎 苦命 她說這個叫苦命 開玩笑的 就是臉上泛油光很嚴重 然後譬如說我們停下來 又要補妝 補到後來就一塊一塊的有沒有 對 很醜 對 很醜 怎麼辦 老師 第一個當然我覺得妝前保養很重要 這是我一直在講 就是保養我們可以分 日常的保養跟妝前的保養 妝前保養就是幫助彩妝效果的保養 比如說我們可以局部在 容易脫妝的位置 在上妝之前只要做一個小動作 就是拿保濕化妝水 或者是保濕精華液 沾在化妝棉上面 去延長那個保濕的效果 不用敷很久吧 不用敷很久 你就是稍微在化妝之前 稍微再加強敷一下 大概敷三到五分鐘就夠了 就夠了 它其實就是在幫助你肌膚的 這個所謂保水度的表面保水度提升 這樣你的妝會更貼 還有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因為 我現在就流汗了 我趕快再補妝 其實補妝是要有一點小小的技巧 比如說你一定要把你的汗 跟你的油先稍微清理一下 要用細油面質嗎 對 之後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是 補妝都用那個粉撲 這樣直接撲上去對不對 對 直接壓 其實現在的 因為現在的那個粉餅 或者蜜粉的粉質很細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反而不一定要用粉撲 來做補妝的動作 你可以去買一個隨身的化妝刷 用刷子來補妝 你會越補越透 反而不會有厚重的感覺 那我問你 可是大部分的人 就會用稀油面質 一直吸 一直吸這樣子 這樣好不好 稀油面質 你可以用一般那種透明的紙 不要用藍色那種 大家不是反而都用那個紙 因為藍色那種 會把我們的粉整個吸掉 對 真的喔 會把底整個吸掉 你等於要重新再上妝 可是如果是那種透明紙的 其實還OK 那最簡單其實就用 其實油性的膚質的人 其實有一個好消息你知道嗎 就說 真的假的 對 你知道我們的油 本身是儲存熱量 幫助熱量燃燒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油有三道途徑可以把它消耗掉 第一個就是我們膽固醇 我們膽汁消耗這個脂肪的時候 要分泌掉對不對 第二個是 脂肪酸會從尿料裡面排掉 軟鏈的 第三個就是從皮膚分泌出一些油脂 這三個步驟可以把我們的 體內的油脂 用掉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油性膚質的人 除了 除了我說多囊性軟巢的人 他因為膚質會比較油 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你的皮膚油油的 其實有時候反而幫你 消耗掉一些脂肪 那如果像我這種 其實它又不是油 它就單純就是皮膚很好 很彈 很亮 然後人家說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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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人都以為你很油 然後來壓根本就沒有油 就是人家說你要走大運的 那這樣怎麼辦 那你就順著走就好了 沒有 不然一個人要去找 黃藥福老師 你們好期待 小甜甜 你再多說一點 你還說 你受的時候上尾都不會受 對啊 好困擾 我去藥文了 我的媽 講到這個 你們不要以為我沒有煩惱 我會有時候煩惱 沒有煩惱 真的嗎 我長得太漂亮嗎 然後這個 因為你知道 漂亮不漂亮 你看像這個 我之前很流行 大家都在說 就隨身換撒蛋去 那我就覺得說 這很好 對我們這種常常在減肥的人來講 自己在家裡做一罐帶出去 好像很賢惠 問題是人家又說 你這樣子什麼 攝取營養不均衡 不能只有攝取蔬菜跟水果 你這樣反而怎麼樣 缺少什麼 缺少什麼 我也聽不懂 但這明明就是你們專家教的 其實甜甜它那一罐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你可以當成點心的部分 點心 它大概是三分之二 都是蔬菜的部分 對啊 健康 然後下面小番茄 你們說是最好的 對 然後下面小番茄 是減肥很好用的水果 所以它可以吃比較多顆 然後又有蛋白質的部分 是不是 對 但是它是只適合當點心 比如說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你肚子餓的時候 你會把它拿出來吃 這樣會不會太多 但是如果你要取代成正餐 有時候我們減肥 還是要吃正餐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裡面少了蛋白質 然後少了很好的油脂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用它來取代正餐 你可能會 皮膚可能會變皺 然後可能會 吃久的話可能會 月經可能會沒有來 因為它是屬營養不健康的 好甜甜 天啊 所以你現在的臉 那個反光的是回光反倒 所以其實冠沙燙它有訣竅的 就是說裡面除了蔬菜水果之外 我們建議還是要有一點澱粉 比如說你可以放通信麵在下面 南瓜也可以對不對 對 地瓜 南瓜也可以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用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還可以加什麼 還可以加一點蛋白質的東西 比如說 然後或是雞胸肉 但是我覺得冠沙燙 倒不是這個問題 我之前我們學人也是為了 減肥哥跟甜甜一樣 帶冠沙 對 那冠沙其實是衛生問題 因為夏天嘛 夏天 對 你的罐子一定要殺菌完之後 整個乾掉 你才可以去裝它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裡面你有加優格 或者是像這種優酪乳去調味的 其實它是乳製品 乳製品不能離開超過冰 就是室溫只能擺 大概最多兩個小時 你就要冰起來了 要不然你吃完也容易拉肚 沒錯 剛好又手一圈 還有之前有人會放蝦子 我們之前學人就放蝦子 吃煮蝦嘛 吃肉中毒 它就吃完一直拉肚子 對 海鮮特別容易懷 因為有人要考慮到衛生條件 然後考慮到所謂的安全的問題 然後要冰起來 然後就是你要均衡 然後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譬如說我減肥的時候 我也吃這個 我也吃澱粉 我也吃肉了 可是已經吃到七八分飽了 還是嘴巴會有點想吃東西 很一樣 這麻煩了 而且每天到了晚上大概八九點 你就會很想要找東西吃 沒吃脾氣就起來了 就莫名的暴怒 對 暴然這個是食慾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講說餓 有兩個現象 一個是真的是血糖降低 這個時候你本來就應該要吃 另外一個是明明已經吃飽了對不對 你還是看到好吃的 嘴巴養一定要吃對不對 這個叫食慾 對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多吃 你就注定要發胖了 所以我教大家 我用一句話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明明吃飽 又很想吃 你要記住這一句話 巧克力 巧克力才會棒吧 真的假的 你聽我講 我先講第一句話 對 你不要為了押韻而押韻 押韻 這聽起來會有一種就是 假的 你嘴巴要這樣做 關門打錯 很香怨的說法對不對 快走可以降食慾 是有科學根據 因為在2015年 奧莉莉他們就針對這個 做一個研究 他們就發現說 如果說你真的看到東西想吃 趕快快走15分鐘 過一會兒以後 你的食慾就會降低 對 可是有人問我說 邱伊士 我看到這個麵包店 好好吃喔 很想買對不對 我聽你的話 快走15分鐘 結果呢 又走到下一個麵包店 人群都可以走了 再往郊外走 太離婚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說 那你就選巧克力來吃一下 巧克力一樣黑巧克力 哪樣的巧克力 那個 糖分要85%以下 那就是黑 對 就是要黑巧克力這種最好 為什麼呢 黑巧克力裡面有兩個成分 你知道嗎 一個叫做 咖啡因 一個叫 晶性代謝大家都知道 黃酮醇可以抗氧化嘛 對不對 對抗自由基嘛 那個對肥胖也是有幫助 所以你就選黑巧克力 來抑制一下你的食慾 但熱量很低喔 可是可以讓你有滿足的感覺 我了解 不過他有時候 我們除了飲食的控制 運動一下也是需要 真的 也該是換KEEP老師來解答 因為我有在運動 然後可是因為很多時候 老師都會講說 運動完之後 你們要自己做一些暖身操 不然你的肌肉怎麼會變硬 會變大 可是有時候說真的 像我們騎腳踏車或幹嘛 不可能馬上在那邊 拉來拉去或什麼 因為這很難看 也很難 就是及時 那很多人就說 你回家抬腿之後 促進血液循環 你的肌肉就會消掉或什麼的 所以我回到家 我也乖乖的在那邊拉筋 然後在那邊抬腿抬得要死 但是肌肉根本就是 還是存在那一塊都沒有消掉 其實抬腿的話 我覺得那是一個舒緩 因為讓你的血液倒流的方式 可是它跟肌肉比較沒有關係 如果你想要瘦腿 特別是小腿的話 要從你的下背開始練習一下 有正確的方式就對了是不是 有 我今天就要來讓大家 挨兩分鐘 交一下 對 然後小腿小一號 小王 好 待會兒動作 好可憐 好啊 那我先退出 好可憐 妳沒有決心 不是 我覺得我小腿還不錯 不需要再練了 妳扣到他旁邊 我真的可以退出了 大家 不錯 後來這裡面最不需要的 對啊 因為沒有每個人都有 像浩然姐有中樂透的基因 對啊 等一下 我現在講的這句話 你們也會覺得慘烈還好 就是 一天八下 八下 到你六十字 小腿小一號 好 所以一天只需要八下 好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一定要一個 瑜伽墊 好 所以現在先把你的右腳 前面那隻腳 放在瑜伽墊的最左邊 最左邊 腳跟要貼著瑜伽墊 貼著 然後現在把兩隻手扶在前面的 那隻腳上 慢慢的挪動你的後面 左腳 讓左腳的腳尖貼著 瑜伽墊的最右邊 好 好 重點來了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把全部轉正 轉正 有歪嗎 全部這是歪的 所以要把它轉正 轉正了之後 現在其實還好對不對 對 但後腳一定要保持打直 前腳一定要彎直 打直 有打直 所以現在小腿有沒有感覺了 好酸的 連大腿都有感覺 要收筋了怎麼辦 老師 所以要來了 還沒有 其實這樣還沒有開始 其實重點是要把前面預備位置做對 現在兩隻手慢慢的去抓住 瑜伽墊兩側的洞洞 很難吧 然後呢 好有感覺喔 然後鼻頭去找你的膝蓋頭 鼻頭的膝蓋頭 妳看好棒喔 找不到 我們來後來一點小心喔 所以如果柔軟度比較好的朋友 不行 後來妳後不下去喔 跟我一樣 千萬不可以上下彈跳 所以要把妳的前腳彎去那隻腳 再彎多一點 她姐抓到了 非常好 那個Tami哥出來就換妳囉 Tami哥妳要快一點 因為他們其實滿累的 好累喔 好 現在我會抓住 很好 然後如果彎不下去的人 右腳要再彎多一點點 重心 好了沒 然後還沒有開啟喔 還沒有開啟 然後兒童去找妳的鼻頭 鼻頭 Sorry 鼻頭找膝蓋頭 鼻頭 對 害我的講錯了 好 鼻頭找好膝蓋頭 現在我們要跟著音樂 每一次往上微微的伸直 妳的右腳 好 音樂直接來囉 預備 快一點 伸直什麼腳 伸直妳的右腳 好痛 我們跟著音樂大聲的 喊出聲音來喔 左腳不可以彎 好 右腳 伸直 2 3 指大忙 5 6 7 大聲音樂上喔 彎 小彎 4 5 6 7 8 8 2 快一點 爆了 沒了 快一點 好痛喔 好痛喔 小彎 一半 加油 好痛喔 真的不行喔 等一下 不要了啦 伸直 不可以 不要 我現在重心了 真的不行了 不行了 要腳彎 對啊 救命啊 記住雙手一定要打直 很累 加油一下 最後兩組 什麼 非常好 真的沒有兩位 五花姐 不是結束了 很厲害 很厲害 最後一組 兩隻手一定要打直 好厲害喔 最後一組 非常好 現在有在外甄純澤 還有最後一組 好厲害 柏妤很什麼疾惡遊戲 非常厲害 她是完全可以兩腳 遲到不行的人 7 好 慢慢要準備起來囉 甜甜好厲害 3 2 1 結束 看嗎 聽不懂了 怎麼了 等一下 這是什麼鼻頭找膝蓋頭 這根本是生死關頭了 所以剛剛看到 我們有三位生存者 這是練什麼 對啊 是疾惡遊戲吧 很累 發現這邊好捏小腿嗎 我們剛剛右腳在前 左腳在後 我練的是哪一腳的小腿 右右腳 現在是陶食 使用你的後背的力氣 我覺得我的腰好痠喔 左腳的小腿跟右邊的臀部 所以如果我們換腳的話 就是後面的那隻小腿 跟前面那隻腳的臀部下緣 是 後面那隻腳的小腿 所以你們還沒換腳嗎 你不會像我們在換腳來一次 我們理解了 我們時間節目長度有事 好 後面哥 我現在想讓大家看一下 差異度在哪裡 看得出來 因為剛剛文化姐的小腿 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們剛剛是 女生請你一定要追求 膝蓋的後面就是小腿肚 所以才會有像黑人一樣的小腿 漂亮的腿喔 好 現在你看這隻腳彎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我們女生這一塊 通常就是結塊的肌肉 對 我們不要留住它對不對 對 好 麻煩文化姐慢慢的往下彎 手抓住瑜伽墊喔 然後慢慢的微微的伸直 你的右腳的同時 有沒有看它的小腿的肌肉 整個變薄被推上去了 對喔 所以要從這邊看會更明顯 從側面看會更明顯 它有那個弧度 而且最重要是從背後看 也不會有結塊的小腿肌 好 慢慢的右腳彎 但是左腳 後面那隻腳全程都不可以彎去 好 然後再慢慢的蹲下來 蹲下來 對 就可以休息了 一天八次 好 每一隻腳都八次 大家看很輕鬆對不對 做做看 真的好累 我跟你講你這個會 但是很有用 很有用對不對 好 但是要持之隱恆 不能說只做個兩天不做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教大家 就是你就跟自己說 每一天八次 然後我們就倒數六十次 倒數六十次 就會看到爆炸性的改變 兩個月的時間 對 對不對 好 謝謝KIMIKO老師 謝謝 好 所以這個運動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保養品 氣色就起來了對不對 對 那你怎麼臉色發棒 你感覺你還沒穿 因為我這般保養品有點過期了 好 要再加強 來…後來 我想請問明川老師就是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種 高濃度的保養品 就是我們擦下去之後 瞬間拉提 瞬間緊繃 那種到底是不是有效 而且高濃度會不會造成 其實像我手上這一隻 最近超紅的 超紅的這一隻 就是它就像強力膠一樣 把你臉這樣整個拉上去對不對 對 其實這些高濃度的保養品 我不能說它不好 但我覺得你不能對它 有過度的期待 因為它的這個高濃度 所謂拉提的效果 其實每一隻都可以 真的假的 只是說它的那個 續航力的長跟短 可能你家裡的保養品 你這樣自己這樣子 往上一直做拉提 你做比較 也會有兩邊不同的差異性 但是你家裡的保養品 可能就是30秒內 它就恢復正常 那可能這個高濃度 它裡面有一個膠 大分子的膠 它把你的臉型整個繃起來 就像你插了強力膠這樣黏住 所以它可能可以拉長 你的這個所謂拉提的效果 可能可能可以從30秒 變30分鐘 That's all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種 所謂高濃度的保養品 基本上第一個你要先看 你肌膚的瘦耐度好不好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你皮膚比較薄 或者是你皮膚比較容易出油的人 其實比較不適合 太高濃度的保養品 因為你沒辦法有很好的吸收 或者是因為它的 對你的肌膚的負擔太大 反而造成你肌膚的問題 沒錯 我就是想跟大家提醒 其實現在像這一種 插上去就是馬上繃緊 甚至國外的大型的藥廠 他們也在研發一款 很類似很薄成的矽膠的塗抹 上去之後整個遮蓋在你的 細紋 整個拉體瞬間 對 這已經是成品階段了 只是他們在改善它的一些 比如說過敏反應 你會發現這些已經 就像明川老師講的 他們也不能把它歸類在保養品 他們叫 其實你想像中 它就跟好萊塢或什麼一樣的 特效化妝 可是它更平民版 生活化一點 生活化讓你平常可以應用 可是它真的就是化妝 所以第一次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追求的是特效化妝 還是保養 可是有些如果它不是特效化妝 你就要害怕了 因為像這種 它可能是用膠黏住而已 或者有些它可能是類似 把一些粉底混合在它的保養品裡面 但是有一些如果 它真的讓你迅速擺 那比這個就更恐怖 因為比如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以前曾經在台灣 就有被剪出出包的一款 韓國的面膜 就是長得像蘋果或什麼的 它那個時候在韓國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愛去買那一款面膜 因為它 據說它的推銷手法 就是你在花車上 然後它會讓你敷一下 敷一下之後 你看兩隻手的顏色 完全差異非常大 每天都覺得神效 後來進了台灣之後才發現 那款面膜裡面有添加 過氧化氫 你有聽過嗎 那個是雙氧水 沒錯 對 就是它一樣是有一個 刺激性的美白成分 可是在台灣的是不能添加的 可是或許在其他國家 他們法規是你可以微量使用 所以因為一個可以添加 一個不能添加 你覺得它們的怎麼這麼強 可是你沒有想過 這個對你的皮膚 其實是一種潛在的刺激源 甚至有些人可能是一種過敏源 另外甚至有些人講說 不只是韓國強 有時候去泰國什麼買 也會覺得它那個美白效果 超好的 泰國現在有個牌子好紅 是 很紅 大家也去那邊買 可是事實上另外更可害怕的是 如果真的美白超強 另外一款叫做 對 不過這個真的 今天我們鄭重的跟大家講 講得比較清楚一點也好 不然這些東西出來都賣翻 大家搶貨 搶成這樣 對不對 來 小天 那我現在針對你勞醫師 就是因為這也是我在你們學 就是醫生都會講說 我們可以早餐一定要吃對不對 然後中餐吃得飽 晚餐吃得少 對不對 這是你們說的 對不對 都會提供這個 就是早餐很重要說一定要吃 因為一日之際載於晨對不對 可是我用這種方法吃 但也沒有瘦 所以我早餐吃得好飽 中午就吃一半 晚上就吃一點點... 可是持續這樣子的狀況下 也沒有變瘦 其實我跟你講 肥胖不肥胖 其實是長期熱量平衡的問題 對 你要記住這個概念 對不對 所以你到底晚餐 是不是要吃少一點 或早餐要不要吃多一點 其實這個醫學文獻 你看有人講說早餐吃多一點 比較會瘦 但是你不要忘記 每個人的作息型態不一樣 早餐吃多一點的人會瘦 是因為他把早餐的熱量 增加以後你知道嗎 因為你早上一起來要上班 要趕工作 趕捷運對不對 你膠感神經會比較興奮 這個時候副膠感會降低 消化到消化力會下降 這個時候你吃進來的東西 比較沒有辦法消化吸收那麼多 所以這個時候 吸收的熱量少 你會瘦 懂嗎 但是如果是像你這種貴婦 睡到中午自然醒 醒來以後不知道要去哪裡 吃早餐啊 對 但是因為你早上沒有壓力 你是很輕鬆容易的自然醒 你不是說就算沒有壓力 要開心吃早餐 這樣才不會胖啊 但是你不要忘了 當你沒有壓力的時候 你吸收消化最好 這個時候你吸收率最旺盛 所以我們要被沉重的心情 吃早餐囉 不是 然後還好難過 你這樣子吃嗎 早餐店還要鹽 所以不是 所以就是說 你其實你要記住 就是說你一天的總熱量 如果說你剛好 跟你需求是達成平衡 你的體重第二天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他應該要在壓力 最大的時候吃那一餐 大餐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看個人的生活作息 如果說你早上急著要去上班 你這個時候再大吃大喝 這是不對的 你早餐就適量吃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早上趕到上班的地點 說不定你要開會 要這個馬上交涉一些事情 結果你吃了一大餐以後 早上到了辦公室 昏昏沉沉 頭昏欲睡 那這種是一種 辦事效率會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需要 一定要把早餐吃那麼多 你把它均分到中餐跟晚餐 這個是可以的 還有一點 像有人就以為說 小甜甜說的 晚餐不能吃太多 甚至要早一點吃 這樣的話才不會發胖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怕像你這樣 到了十一點會餓對不對 你知道嗎 怕晚餐吃兩份 因為這樣到十一點才不會餓 結果反而發胖了你知道嗎 吃太多 所以你要記住的觀點 是總熱量的問題 我今天如果什麼時候吃沒關係 只要吃進來熱量 不會讓我發胖 這個就是平衡的 那你要減肥 你就三餐的熱量 均衡減少你就會瘦了 如果我少量多餐 譬如說我一天可能三餐 我趕快改到六餐 或七餐 然後每一餐都減半 每一餐都減半 甚至只吃個三成飽 這樣子會不會瘦 所以還是回到剛剛那一點 看你午餐跟三餐加起來 總熱量有沒有一樣 我要告訴你 如果你午餐跟三餐 總熱量加起來一樣的時候 變成午餐 其實對肥胖是比較不好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有五個時間點 血糖都在上升 聽懂嗎 五個時間點血糖都在上升的時候 胰島素就要分泌五次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把這個葡萄糖 壓到這個脂肪細胞裡面去 所以我常講說 其實總熱量維持恆定以後 不要讓你的身體 常常有血糖上升的機會 對 因為血糖降低的時候 你才有一定會燃燒身上的脂肪 你聽懂嗎 那這樣兩餐比三餐好囉 總熱量一樣的時候 兩餐是可以改善的 是這樣嗎 兩餐可以改善 那這樣說起來 那一餐是最棒喔 一餐又太久了 太久了 我跟你說 不是 因為每個人 昌明你講說 一天一餐可不可以 其實真的有人一天只吃一餐 我跟你講真的 但是為什麼不鼓勵這麼做 要配合生活心態 因為不是 因為血糖控制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在醫院裡 我們糖尿病的病人 都會建議他要吃點心 一天要少量多餐 甚至那個 做了開胃手術以後 對不對 我們也會建議 他少量多餐 為什麼 因為他胃縮小了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不少量多餐 他受不了 然後再講血糖控制會比較穩定 飢餓感會比較下降 這是為了這個原因 但是如果說 我們一個健康的人要減肥 你要記住我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這樣回過來 就是說大家最好的還是在三餐 然後總熱量控制得好好的 這樣才是最好的 然後看作息型態 不一定要早餐吃那麼多 好 我這次 需要換KIMIKO老師處理 我的媽媽 對 好 但他的要很小心 你不小心我了 對 因為就是其實後來我運動 我很喜歡在家裡做深蹲 因為之前真的很流行 因為看美國人的那個 做完深蹲那個屁股 蜜桃屁股 微笑線有沒有 笑得多燦爛 然後我就是在家裡看那個影片 叫練練練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我就是跟著他在蹲 但蹲完之後 我的大腿線條卻變得 反而更粗壯大隻 真的喔 你的深蹲你可以蹲一次嗎 小心喔 沒關係 就這樣一直蹲的 你會蹲多久 我就蹲 我就是會心裡數 我就大概一直數… 然後最多就是大概45下 然後再起來 然後休息一下再蹲下去這樣子 蹲蹲蹲 每天這樣做 對啊 每天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屁股也沒笑 就是他沒有笑 可是我的大腿就變粗了 就變粗了 第一個因為剛剛婷婷也說了 我們亞洲女生跟外國女生的 天生的比例就是不一樣 再來就是這個運動 是從哪裡來的 深蹲這個運動 就是我看國外的影片 他屁股真的好漂亮 好 那我們看一下圖片好了 就這個嗎 就是這個 對 就是這個臀型 因為 對 我覺得對老美來講 這是肌肉吧 對 他們的腿比較長 跟亞洲女生比起來比較長 所以他們非常在意 他們那個臀下圍 下臀的部分 可是有沒有發現 就是以他們的比例 他們現在這個腿的寬度 他現在是外國人 如果這個尺寸放在亞洲女生身上 你看會放大到多寬寬 這個我們穿衣服好難找下半身 真的 而且我現在要請甜甜出來 因為其實亞洲女生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於 我們其實 我們雖然比例沒有老美那麼好 可是我們很幸運 所以我們大部分 其實不是下臀的問題 所以妳有看到甜甜的問題所在的 我覺得我還滿大的 滿大的 來… 我覺得我很好 我跟你講 我的屁股真的沒有效 就是她 我是想要這樣 妳知道嗎 妳要啦 天天 什麼方的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本來的起序 就是我想要這樣子笑 那個等一下沒關係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有 銀的 都沒有耶 對 對 大家其實她的下臀 有沒有發現 這是有的 對 她下臀是有的 有的時候 妳的 我們亞洲女生 如果妳再加強這一塊 妳看她從正面的位置好了 好 請妳看正面 當她只有加強她的臀下圍 但上尾又是扁的時候 妳看她是不是就變一個 那個離骨 她說方的 對 就方的 她只發展了下半部 對不對 因為妳看我們的側面好了 我們現在兩個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上半嗎 對 上面那一塊 對 還有這邊的高度 故事一下 剛剛李昭老師講 我這樣子這個方向好了 對 妳就會看到 就是臀部看起來 就是是每天早上都跟你說 嗨 對 真的 妳知道今年夏天 不是流行很多流蘇的單品 對 妳知道流蘇單品 有屁股又沒屁股 就是天壤之別 真的喔 就沒屁股的流蘇 那個會全部黏在妳的屁股上面 動也不會動 我這樣要怎麼努力 所以記住 我覺得我會建議一般女生 就不要再執迷於只做某個動作 先從妳的下背肌開始練習 好 妳的下背有力了之後 妳再來鍛鍊臀腿 它會更明顯的有效 而且不會只腫到大腿 可是這個部位 真的很少人會教我們怎麼動 對啊 所以請今天要看到節目的最後 我要教你們 最後再教 對 一定要 不然就是是 大家萬一中途 就跑去上廁所怎麼辦 不行 就錯過了 兄弟啦 好 而且因為剛剛那個 其實滿累的對不對 休息一下 我讓你們休息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 最後這個動作就慘絕仁寰 妳可以了 還好 我不需要 阿明哥 男生的屁股也很重要 超重要的 真的 我之前不運動 現在有運動 我屁股的形狀完全不一樣 太好了 換你該會你一起做 太好了 來 那我們就等最後再來吃飯 好 來 謝謝老師 接下來的話我要問問 林川老師 是 就是因為我常常出去外面騎車運動 好像太陽很大 然後臉上就有斑 會出現 初斑我們就會想要用 蛋斑產品去點 可是我又怕說 那我塗 我其他沒有斑的地方 會不會越來越白 膚色會不均 膚色不均的問題 很多人會擔心這個 首先我要先導正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所有任何市面上 你買得到的 你在這個 有政府幫你把關的 美白商品 它都不可能讓你 變白 我再講一遍 它不會讓你變白 那它可以怎樣 斑點不會不見 它只會讓你肌膚變亮 跟斑點變比較稍微淡化一點點 所以像你剛剛說的 你出去曬了太陽 我已經有斑了對不對 我現在擦局部蛋斑 會不會肌膚會有膚色不均 不會 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你這個 我們好像是花錢花心酸的 對啊 No 美白商品一定要擦 尤其東方人 因為東方人的肌膚 是屬於黃種肌膚 所以你要做的是去黃這件事情 當你去黃 你肌膚就會有亮度 再來你有一些斑點想想看 100顆很深的斑 跟100顆很淡的斑 是不是100顆很淡斑好一點 對 是吧 所以美白商品還是要擦 尤其東方人 因為我們的基因的關係 肌膚基因的關係 再來我覺得 如果以美白這件事情 防曬大於擦美白 你如果防曬做得徹底 預防讓你的斑點 生成的一個狀態 這是一個 第二個曬後的護理 比你擦美白商品還重要 所謂曬後的護理 最簡單的 因為我們要讓你的肌膚代謝變好 所以你就是出去曬了太陽 或者是出了外景 去騎了腳踏車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大量喝很多的水 就是喝水 幫助代謝 代謝 這是最簡單的 所謂美白的皮膚 這是第一個 那趕快吃維他命C可以嗎 也可以 蘆蚵膠 蘆蚵膠是鎮定 它不會讓你變白 它是鎮定讓你不會曬傷 所以我覺得就是 曬後的護理 其實我們常在節目當中 告訴大家曬後的護理 曬後的護理 比你擦任何美白都還要重要 所以像你剛剛講 局部的斑點 你要擦那種除斑的 還倒不如擦大量的保濕 讓它可以增加你肌膚的保水度 代謝可以變得更好 這樣子你的斑點就不會找上你 也是這樣 那我有問題 就是網路上有人說 當你曬黑的時候 你就趕快狂嗑鳳梨 鳳梨 鳳梨會變白 因為夏天容易曬黑對不對 對 這陣子出的水果就是什麼 鳳梨 西瓜 還有西瓜 所以你最常吃到 在夏天最常吃到 就是鳳梨 西瓜這些東西 老人家確實是說鳳梨會變白 但是後來我去查了一下 它的營養成分 如果你要說它有功效的話 第一個 它是屬於夏季的水果 本來當季當令 它的維生素B群就比較高 對皮膚的代謝來講 它是好的 另外它裡面有維生素B1 其實滿高的 我覺得吃鳳梨倒不是變白 可能會讓你比較有精神 這件事情倒是比較好一點 對 但如果你真的要阻斷 黑色素的行程 其實我建議 就是倒是可以攝取 維生素C高的水果 因為如果是蔬菜的話 其實也很好 但是因為蔬菜通常都會加熱 加熱的話 維生素C容易破壞 所以基本上我們建議 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像現在盛產 也有那個芭樂 前陣子有那個木瓜 或是說奇異果 小番茄 我覺得這個都是還滿好的選擇 如果是比較熟女族的 我覺得如果要讓皮膚漂亮的話 因為倒是可以吃一點豆腐 喝一點味噌湯 怎麼差那麼多 或是熟女就要喝味噌湯 對 熟女族 就是啃水果 對 就是花也差很多 就是豆類 或是你也可以喝一杯豆漿 加一點黑芝麻 因為其實我們會建議 熟女族她的皮膚的抗氧化 其實它是需要的是 大豆裡面的大豆液黃銅 對 對 它反而幫助你 所謂的荷爾蒙的補充 又可以提高你抗氧化的能力 所以其實熟女族 是需要這一塊 如果也是年輕人的話 其實夏天 如果你真的想喝一點蔬果汁的話 我倒建議你可以喝 木瓜牛奶 木瓜牛奶它個別 有個別的功效 很喜歡 因為木瓜其實也是屬於 維生素C很高的 它維生素A也很好 也是屬於抗氧化 牛奶裡面 它有個維生素B2 我們號稱它是美容營養素 所以基本上年輕人 它可以喝木瓜牛奶 如果是比如說上班族的話 你倒是喝一點茶 因為茶我們在講 它的多分也滿高的 所以可以選擇一般 比如說像綠茶的部分 或紅茶也滿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倒是皮膚的一個亮摺度 我覺得水分真的滿重要 對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 都是有水的東西 對 真的 我要請教明川老師 因為我們夏天防曬 好像每兩個鐘頭要補一次 對 可是有時候你出去外面 譬如說你的灰塵 還有你的汗水 那變成說我在補的時候 會不會把那個灰塵 都補到我的毛孔裡 悶在那裡 擦防曬這件事情 確實你要適度的補擦 它才有真正的有效 還有就是防曬 本來的基底的量要夠多 如果你只是擦一個 小米粒般的防曬 它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它只是感覺 有一點防曬係數的乳液而已 但你要擦到一定的量 至少5塊或10塊的硬幣的大小 才是你完整的量 可是那個量你擦完 是整個都白白的 對 所以問題來了 這就是我要講 在擦防曬這件事情 你要少量多次 而且就算是你的第一回合 就是你要出門前的那一次 你可能就是你要提早15分鐘 起床 就是要花15分鐘擦防曬 因為你擦第一回合 休息一下 等5分鐘之後 再擦第二回合 你光在家就要擦三回合 因為那個量這麼多 沒有 可是如果現在用那種噴的 它是透明的就好了 OK 所以一般來講 我會建議大家 你的基礎的防曬是用 這個防曬乳和粉 就是雙體狀的 對 噴的是拿來做補擦的動作 也就是像你剛剛講 在外面可能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那個髒污的時候 你如果在用抹的方式 因為皮膚是會吸收的 所以這個吸收 它會完全把髒污又一起帶進去 你可以在外面的話 就是一樣 先用面紙稍微擦乾淨 或者用保濕噴霧稍微噴一下 讓它適度的清潔之後 用噴霧狀的防曬商品 當作補擦的動作 我還有問題 就是我以前曾經 夏天去打過雷射 你知道雷射每次打 雷射你皮膚就會變得很亮 醫生就會建議說 每個月要打一次 可是就會有人跟我說 如果你每個月去打一次的話 你皮膚其實會越打越薄 然後甚至會敏感 是真的嗎 這個我來回答 其實雷射分很多種 你們聽到亂七八糟什麼柔膚 淨膚 白娃娃 黑娃娃對不對 這些雷射你們都搞不清楚 其實簡單講就是三種雷射而已 怎麼講呢 就是它針對的目標 有打黑 打紅 跟打水 打黑就打我們臉上的黑色素 打紅就是血紅素 打水就是只要細胞有水分 它就會把它打掉 那你說會不會皮膚變薄 其實要看你打什麼雷射 而且要看你打的劑量 淨膚呢 淨膚不會讓皮膚變薄 為什麼 因為淨膚它是打黑的 你知道嗎 它是把黑色素打掉以後 它並沒有去燃燒你的這個角質層 所以打了以後 反而膠原蛋白會增生 這個是皮膚反而其實有增厚的現象 比較亮 但是打那個非說磨皮那種雷射 的確是有可能 如果你打的劑量不對 或者時間間隔不對 你皮膚受傷了 你就有可能變薄 同時會變敏感 因為你皮膚恢復沒有回來 所以真的大家要去打雷射 因為現在其實它越來越普遍 它已經成為女生的保養的方法之一 所以大家特別要留心的 第一個事情就是剛才 就是密集度不能太密集 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在不同的診所 如果這邊有體驗券 那邊有什麼券 然後他想說快過期 你一定要先跟醫生講 你上一次打雷射是什麼時候 你打的是哪個種類的雷射 這樣醫生才能判斷說 他這一次到底適不適合打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 有時候醫生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上次來這個能量沒問題 為什麼這次來這個能量出問題的 疑問之下 比如說有些人好玩 可能我之前想要去弄個不同的膚色 我塗了注塞劑或幹嘛 那些成分有時候會使得雷射的吸收 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有特別塗一些 什麼成分的東西 之前有用過 像注塞劑的東西 或者甚至你什麼時候 你有果栓患膚 果栓保養什麼時候有停 都要讓醫生知道 第三 有些人 他可能皮膚有些 比如說你常常會有 口唇泡疹或幹嘛 你在免疫力很差的時候 麻煩我建議你不要打 因為之前有一個很衰 他一打完之後 他的泡疹那個就復發 因為這些有傷口的時候 會使得如果你潛藏的病毒 你剛好免疫很差的時候 他就刺激作怪 對 我還遇到過一個打了雷射以後 你知道嗎 因為打的時候會痛 有的非說會痛嘛 他會害怕 雖然抹了麻藥膏 還是會有那個緊張感 對 壓力 一直打 打到後臉歪掉 你知道 對...這種 真不能亂打 真的 還是要亂打 自己能不能 對不對 真的 但是回過頭來講 運動才是最根本的 好啦 來吧 可以吧 劉莉可老師 好 運動再筋不再量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對動作 每天兩分鐘就會有效 那今天這個動作 我們現在手上都有一個瑜伽墊 是 好 兩隻腳外巴打開 外巴打開 對 然後用你的小腿肚的至高點 就是最凸的兩塊 去夾住瑜伽墊兩側的小洞洞 好 夾好之後 然後注意了 臀部要往內收進來 兩隻手舉起來 輕輕地貼住你的耳朵兩側 雙手是平行手 記住要把你的手臂內側 放在耳朵外面 我連舉手都累 對啊 對啊 所以肩胛骨的力氣來舉手 然後我們先... 好 待會兒我會來調整一下 但我們先看一下水平好不好 你有沒有辦法先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這年有一點太用力了 所以記住 重點是不可以把瑜伽墊夾彎 對 溫柔的對待它 輕輕的 想像一下拿著拖盤 輕輕的拖著 我覺得她腿好有力 對 她腿好有力 好有力的 快緊張 我緊張了 你先放分分分 都讓我放得我拔開它 好 我緊張好 再往外踩一小時 對 不要這麼... 好... 好 這樣輕輕的夾住 她很多跑掉怎麼辦 重點來了 第一件事情 剛剛這個手的位置就是坐的 肩膀會變寬 所以好 第一頭 手臂的內側貼緊 耳朵的兩側 用肩膀的力氣 肩胛骨的力氣來帶手臂 好 然後現在前田保持在這個位置 湯明哥 我可以麻煩你來一下嗎 來 因為我覺得前田 他需要有一點動力 動力怎麼樣 所以麻煩你把肩膀劍給他 對 你為什麼不這樣 黏黏像他 這樣他比較舒服 對 然後記住 甜甜手要夾耳朵 所以不能抬頭 肩膀的肩膀借給你依靠 好 肩膀往後翹 好怪 對 對面比較OK 5 6 7 所以有沒有看到 他的腿的兩側是不是 就已經變細了 然後腿上緣就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的腿模型 線條不錯 而且腿模型就上來 好 往內夾進來 撥 非常好 請你撥 好 張可云加油 然後女生在做腿部運動 請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絕對不可以 就畫面上看起來 也不可以有斜塊的線條 所以如果你的線條都是是 順的 順的 然後你自己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大腿的前側是柔軟 有彈性的 這個動作就是對的 然後比較沒有力 沒有人有個牆稍微靠下可以嗎 這個動作就是不可以讓你靠近 你好酸喔 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很酸 非常累 那我們要一起開始嗎 我覺得怎麼樣 我可以吧 我可以吧 我還要跟你們一起 天天 我還要跟你們一起 都為了你了 我們一起 他是為了你的屁股 上面大家給你做的 因為我們已經很OK了 很完美 對嘛 好 現在麻煩音樂一起下 那我就抓到甜甜 因為她已經比較累了 好 手一定要夾出耳溝的兩側 然後跟著音樂大聲的喊出來 下巴一定要說的 開始 好 往後翹屁股 一 二 三 四 手要夾耳朵 文化姐非常的 文化姐臀部到三樓了 夾 二 往內夾 四 五 非常好 往內說 今天我要聽到你的聲音 跳 二 三 文化姐加油 大喊 三 六 七 八 非常好 然後四 往內說進來 三 四 五 六 大喊 下巴 上屁股 三 四 非常好 五 六 七 八 往內說 花仁姐我來到手一定要夾 比耳朵的兩側 五 六 七 八 往外一 往後擦屁股 三 四 五 七 八 手一定要夾住耳朵的兩側 天啊 好緊喔 五 六 七 八 往後翹 那一彈好駁魚 超厲害 超厲害的 超強的 五 六 三姐的 對啊 一棒喔 那個更樂透的一直在把握 股力這麼壞 一定要慢喔 五 一 二 七 我們幫我們一起喊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往內夾 五 七 三 五 到終點了 四 三 二 一 左邊 好 好 可以放掉嗎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生完了 生完了 我不會 對 我覺得你這個要不要跟一些 生產的中心合作 住產 腳在發抖 真的喔 國玉好強喔 回家一直這樣開著 可是我發現後背這邊真的有 電到這一塊 它真的超強的啦 後面嗎 這個算是核心肌群的一類 好厲害 這都有誤到吧 康明哥問得好 不是 不是 這算什麼好問題 離很遠 其實我們現在會建議大家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把身體分成很多塊 每一個部位都要不同的小核心 那我們這個呢 是臀腿 所以它的小核心 我們會建議是 你要是在臀跟對 所以記住喔 有三個字一定要唸 反正如果我們要瘦腿 就是 腰 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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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來帶動腿 然後你每天呢 你這個動作做好了之後 每天兩分鐘 然後平常 走路啊 或者是運動的時候 你就會更有效的 加速你的下半身 好 所以呢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 正確的方式 每天持續以恆 都要做 包括你的飲食狀態 也要來配合 天天不要再早餐吃到抽到飽 不會 正確的方法 才能變瘦又變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